还谈得太少,没什么经验 你啊,你谈了几次吗? 可以说吗? 三次,算是三次 三次,那还好 之前都是在大学的时候谈的比较多一些 都是在大学里边谈的 工作之后谈了一个,是在上海那边 你在上海待了多久? 上海我念书是四年,然后工作一年,一共待了五年 那挺好,其实上海很好,为什么会想着来重庆 对吧,就遇不上你 因为也是在上海那边的话,我是学金融的 学金融的? 对,有个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而且整体的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对周围的这些什么物质条件,其实要求不是很高 我并没有打算自己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或者说年薪多少多少 我是觉得过得舒服一些,更会让往来的开心 每个人对生活的那种标准和要求不太一样吧 对,我是觉得在上海可能达不到我要的那种生活状态 上海、北京这些地方,生活压力都特别大 因为我在北京也呆过,其实 你之前做凯文店,之前是做什么的? 做服装的 北京做服装? 没有,在重庆 我在北京的时候很早了,2012年去的吧 2012年我刚上大学,我还没上大学,还在读高中 还在读高中啊? 2014年上大学 你才比我小三岁应该,我想一下 四岁 小四岁 你非得把这个距离拉得更远,是吧 你很介意这个年龄有问题吗? 我不介意啊,但是 就感觉一说三岁跟四岁又相差了一截 聊天的话,没觉得很有代沟 对吧 没有代沟啊 我是看起来比较成熟,比较老,其实还好 没有发看起来比较老,我真没觉得,真不觉得啊 你自己说的,我没那么熟 我也没那个感觉 可以聊点,聊点,怎么讲,放松的话题 放松的话题 对 那你之前谈了下的时候都怎么谈,都是一般是朋友介绍的吗 都怎么谈 就有可能是朋友一起玩的时候认识啊,就是 没有说 反正就没有那种很刻意很刻意那种 现在没有很刻意 我没有很刻意啊,这会儿 对 那你在重庆朋友多不多? 不少 不少 对 但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奇怪 我不交女生朋友 为什么 我是觉得男女关系其实应该纯粹一点的好 就要么谈恋爱,要么就不能做朋友 要么就是我喜欢你,我就想和你谈恋爱 要么就是我不喜欢你 那我不喜欢你,为什么要和你做朋友 那 对吧,那还有什么中间状态吗 但是 这是我啊,这是我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很多人也会有异性朋友啊 能理解,我没这么敢 就是你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对,没有 一个都没有 对 好吧 我不介意就是女生有异性朋友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有不同的一个 对,我知道 交朋友的方式 理解 这样还是很少啊,你这样的 这样我觉得会让女朋友放心很多 对吧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女朋友 对吧 有的女朋友 你总不至于担心我去喜欢男的吧 不是,就是有的女生他可能会介意你有异性朋友 对 有的他不介意 所以说 多少都会有点介意吧 多少可能 可能是吧 嗯 就杜绝这个可能性 没有 完全给他抹杀 对 一点余地都不留 对,一个没有 结束 对 对,又冷藏了 是吧 我觉得就是聊天就是 享受沉默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相处方式 嗯 比如说你和两个人谈爱的时候 他也不是 一直都是有话聊的状态 如果说两个人能在都不太说话的时候 或者说 比如说 比如说你和一个人谈爱 你们两个肯定会有 都不想说话的时候 嗯 那这个时候你们彼此之间还不觉得特别尴尬和难受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更好的相处方式 可以很自然地享受这种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就好 嗯 不一定是时时刻刻都要去找一点话来说 嗯 你这还没带着什么名字 反而没注意看 这个纸巾上也有 Twins House 对 你是双胞胎啊 哦 哇 对,双胞胎 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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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双胞胎啊 对啊 你身边没有双胞胎啊 对 从来就没有过 就只说认识啊那种 就是朋友的话从来没遇见过 你和姐姐是不是长特别像 还好 小的时候要像一点 他现在在哪边 他现在在重庆 但是他这两年一直都在国外 对 挺好 我家里面的话我父母都是公务员 嗯 然后但是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一个婚 哦 离婚了 对 他们的说法就是 呃 你长大成人了 嗯 我们就可以为自己考虑一下 我倒是替他们觉得说 前几年 嗯 没什么太大必要 嗯 嗯 两个人感情不好是能看得出来的 其实那个年代差不多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有的是能忍一点 有的就不能忍 对 我我我妈他们在老家 我妈是做职界 职界你懂的 就职业介绍 打个比方你去找他 他给你介绍一个工作 职业的中介不做婚婚婚的那种 大概能理解 哎就有点像人女资源公司那种 那我爸的话他就是做厨师的 嗯 厨师 嗯 但我们家兄弟姐妹有点多 我 有个姐姐还有呢 还有个姐姐 还有个弟弟 还有个姐姐 还有个弟弟 嗯 就一共四个嘛 家我 是表的那种 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那种 亲的 嗯 好羡慕 好羡慕 但我们其实90后来讲有家里边有四个的 记住他没有 对 很多人都问我们有几个爸几个妈 那倒是别问这个 对 就就认为是从主家庭这样吗 就会这样问 但是 因为当年那个独生子女章策 得交很多罚款吗 就罚款啊 我我都罚了款 然后我弟也罚了 大伙还觉得就是能多有几个兄弟姐妹 是一定是一个特别幸福的 是好我也觉得好 嗯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 大家庭 对 就很热闹那种 我现在过年是去我妈妈家带几天 去我爸家带几天 去我爷爷家带几天 嗯 那也好啊 对 我弟都比你要大一点 你 你弟都比我大一点 啊 我弟94年了 那就不叫小舅子 该叫大舅子 大舅子 好吧 94年 他输狗的 嗯 96年输什么 叔叔 叔 嗯 我这几年 因为 因为快三十了 父母开始商量我这个结婚的事 你这 我这才是快三十吧 我已经三十了差不多 这二年 什么时候过生日 九月份 就我们是过农历 农历就是十一月 十一月 啊 还早啊 是还早啊 我刚满二十九 但你们那边 就算三十了呀 你们那边要虚一岁吗 北方都要虚岁是吧 倒是没这个说法 我喜欢把自己往下往来说 你不能 好吧 我总觉得年轻一点是好事 嗯 是 哦 没有婚女 没有婚女 没事啊 我也没有 没有听进去 年轻 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嗯 嗯 有点吓人啊 那你之前分手是 是因为什么 因为义弟吧 义弟就要分手吗 啊 对啊 梁江兴区和 扎明爸算义弟吗 算 开玩笑 没有 真的是义弟 嗯 他没在重庆 嗯 嗯 见面很少嘛 然后就 又缺乏勾通 我倒是觉得就是 美好人谈开来的时候 最主 最 唯一一个说是 必要条件就是 沟通 对啊 你不沟通 就很容易出问题 不仅容易出问题 而且是 你要培养感情 最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沟通 嗯 不知有什么问题 闷着不说是一种 或者就是说 攒到最后给你玩个大的 玩个大的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今天生气了 我不告诉你 我明天生气了 我还不告诉你 嗯 就我攒一个月 直接分手 对 所以说就这两个人 可以聊得来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嗯 你一般比较介意男生什么 介意男生就是有点 我不喜欢妈宝兰那种 妈宝兰你懂吧 嗯 然后就是不爱干净的 就是 你可以稍微说的 有个性化一点 这个属于属于正常要求 正常要求 对 正常人都不这样 个性化一点 对 就给你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的要求 提高一点的要求 对 我不知道 我好像 这个 就其实没什么太多乱区啊 生活中吗 对 当然出口压 背叛这些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 就没有什么特别挑剔的那种 很随和 你觉得我随不随和 嗯 对啊 就是很随和 只要 就是 不触碰到那个点 一般就不会爆发的 你就说 了解啊 记住了 不喜欢冷暴力 那你最近的一个一个AI的计划是什么样子 呃 就是 遇到合适的就谈嘛 谈了合适就可以结婚 啊 啊 就是顺其自然的那种 姐姐啊 弟弟这些都结婚了吗 都结了呀 都结了呀 弟弟也结了 啊 都结了 那你家应该很着急才对我觉得呢 我妈要着急一点 马马 不是说做那个 娱乐中介吗 嗯 那不该认识很多男生吗 他认识很多男人 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 懂了 懂了 他 而且他们在老家 我是 嗯 我是没有想法再回我们老家 你推荐一下这个福盛六计 好看吗 对 因为沈父这个人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一个作家 嗯 就明清时代的一个文人的一个写作风格的特征就是 很像现在的那种浪漫主义 没有看 我觉得那时候人写写 写那些文章是一种圣诞的 生活情绪在的 不是特别轻松 他那个福盛六计就这本书里面 有一篇是录到课文里面去的 就是玩蚊子那个 玩蚊子那个 蚊子 蚊子 蚊子在文章里面钻钻进进的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杂技 就在福盛六计里面 我 像那个圆梅 圆梅写那个梅圆杂技吧 就是说诗谱的 嗯 就是什么东西怎么做好吃 初中有圆课文叫那个高油鸭蛋 里头说那个原本的 初中啊 高油的那个咸鸭蛋 你有印象吗 我怎么没有学过 初中啊 对 是初中 那不记得 不记得了 你觉得师傅店还是这么咋地 哈哈 就是说认识一个朋友之后 很多时候可以 可以有一个新的 比如说生活方式 或者人生习惯 你认识我之后 你可以爱上读书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建议一下 可能是我天生不是特别爱读书那种 所以 这个东西不分人的 不分人 对 如果你从一件事中找到他的乐趣 嗯 才是自然而然地爱上他 就不是说 觉得说这个东西好 我就一定要去学 你是不是个子很高啊 不爱 我就这样坐着 我就感觉我要这样仰着看你 是因为我个儿太矮了吧 我确实比较高 一米八 一米九多 就一米九多 我差不多比你矮一半 一半那是九十九十九十六 一米 差不多 我都差不多 一米不到 当然也没有那么精确啊 真的是 一比九多 哇 好高啊 你喜欢高一点的 还是说正常一点的 这个有偏好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 那你呢 比如说你们个儿高 就还是想找个个儿高的 还是 个子高一点的男生 反而对女生没太多要求 因为能接受的 上下浮动就比较大 嗯 一米四到一米八都可以 只要比我 对 比我高都能输 还好我超过了一米四 真的 他倒是不至于 你还再续一杯吗 不喝了 我上午喝了一杯了 嗯 你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这 你说的是影响吗 影响 还有今天的感受 整体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 嗯 就是如果你想谈恋爱的话 你会觉得说我这个男生 就是在生活中遇到的话 会是你会喜欢那类型吗 类型 嗯 我其实说不出来我到底具体 喜欢哪种类型 就是觉得我们今天比如说聊天 我都没有觉得很方感啊 或者说很严慎那种 都是没那种感觉 我觉得聊的是比较融洽 比较开心那种 其他的感觉 因为第一会见面说不出来太多的感觉 其实第一面来说的话 聊不到太多的东西 对的 而且你还非常紧张 嗯 我是很不自在 对 这种情况下 你就想不到去说感情方面的东西了 嗯 对的 就是我说一句 你接一句 你说一句我接一句 就已经非常辛苦 对吧 好看看 你是不是刚才甚至有点决定力的话 不是觉得还不自在 就是不放松 整个人 都是很不放松 你平时生活中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对啊 不是这个样子 嗯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可以认识一下 就是再深入了解一下 以后可能 嗯 会有一段 一段发展的机会吧 嗯 所以说我是想和你有下一次 下次就是约会吧 或者说一个交往的 一个机会的 嗯 你这边是什么项目 你可以直说 真的 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然后 我也很直接啊 就可以了解一下 下次下次 不要说下午来来咖啡馆这种 我不想喝咖啡了 喝酒了 我这几天都不想喝咖啡 可以啊 其他的也可以 嗯 稍微做一下 比如说找 喝点叶皮酒啊那种 大排档那种 嗯 好 或者说 可以可以让你稍微放松一点的长 嗯 其实 会更舒服一下 其实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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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就到这里 行 好 嗯 结束 结束 好 又让你等又让你送的挺不合适的 太够了 嗯 你是不是把我整个人都担完了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我先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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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